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 主席 在2012年的10月 新的一屆立法會開議的時候 第一次財委會的會議 當時的財委會主席張宇人 都面臨關於37A處理的問題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吸收到這個經驗 當時你都在場 葉國謙提出一個所謂修訂 就是關於37A的修訂 只可以提一項的修訂同意 然後每個拆天在那裡吵 陶謙申說他要提一百萬的同意 跟你拉布拉足四年 豪語 現在放在網上大家都聽得回 當時我們對葉國謙的修訂 提反修訂 你根本沒辦法搞下去 那時的張宇人非常英明 幾打都不處理 是不是 今時今日 你面臨很多這些修訂案 你剛才那個說詞 完全說不通的 退一步說像小弟 我擺到最後才提修訂 動議 大哥 你說張超雄 你都有跟他談 其他有跟他談 接著就篩走他一些 你都要逐條看我的動議 我本來只有八百多條 我現在火了 已經一千多條 上面印一千多條 三千多條 你是不是要公道些 你是不是每一條修訂的動議 你都要看過 然後哪些你認為是不合程序的 你要做一個裁券 你都要做 你不能夠打橫來的 我告訴你 還有第二 我要告誡你的 這是你要負一個很大的政治責任 你以為今天 利用這兩節的時間 是不是 我就不處理這三十七A所有的 給你現在說完 接著我就撥款去表決 我給你死定了 今時今日 不只是幾個激進派議員在跟你吵 你有沒有見過財委會錯這麼齊人 在我右手邊 這是一個政治現實 大哥 你作為一個主席 面對現在這樣的困境 你還要橫來 難道六八九給了很多好處 找一把槍堆住你 或者你今天不做下車 找撞死你 可能他做得出這些事情 這傢伙 但是問題不在這裏 我們是權利 大家整個議會 對這個三十七A 如果你夠膽去剪 你沒有大會主席的權力 你知道嗎 你是橫來的 有些議員提醒你 不要緊 讓他們司法覆核 現在也不是這個問題 司法覆核是當然的 如果你要剪 但是你要處理 好像我這樣 我現在跟你說 如果你不處理我的三千多條 一定有好戲給你看 OK 我不會就這樣罷休的 因為你是不公道 你幹嘛要處理其他議員 一百條就減到二十條 一千條就 六百條就減到幾多條 大哥我幾千條 全部很有智慧的 你看 你刪我不土的 我現在告訴你 是不是 除非你硬來 你應該這樣